今年7月以来 上百位中国律师 民间维权人士 上访民众以及相关人士的家属 突然遭到中共大规模逮捕 传唤 刑事拘留 部分人士至今人下落不明 但您简单回顾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 7月8号晚间 北京著名人权律师王宇的丈夫及16岁儿子陆续失联 隔天凌晨 王宇住家店员和网路先被切断 二三十名员警随后将他从家中带走 7月10号搜捕行动持续扩大 除了网语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四名成员被带走之外 包括北京 天津等15个省市都有抓捕行动 总共波及超过50位律师 消息一出引发国际哗然 路透社 美国之音 美联社 BBC 德国之声等国际媒体关注报道 7月12号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拘捕行为 台湾立委 香港支联会也相继提出谴责 据中共维权律师关注组网站显示 大规模逮捕行动仍在进行 截至14号上午11点为止 共计146人遭到中共抓捕 新家电视 真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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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